但是这个新发的一些新的变异株呢 它的传染性可能也是很高 但是变化不会很大 但是它对疫苗逃逸作用有所增强 它的致命性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对老年人要注意 所以现在还是提倡对老年人 对免疫低下的人需要接种第二季疫苗 而且我们国家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有六种 各种都可以选择 到一月份那个时候我们的预测会有个小小的高峰 包括我们广东大湾区都要注意 有个小高峰 但是这个新发的一些新的变异株呢 它的传染性可能也是很高 但是变化不会很大 但是它对疫苗逃逸作用有所增强 它的致命性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对老年人要注意 所以现在还是提倡对老年人 对免疫低下的人需要接种第二季疫苗 而且我们国家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有六种 各种都可以选择 到一月份 那个时候我们的预测会有个